那個生命起源 生命起源 我要等那個化學組成 講完再回來 會比較好講 三個禮拜講到化學口 不 細胞口腸 所以呢 年前 不是有一份暫時的 他是想讓他那個水結束 他是有上個糖類 有糖類嗎 在哪裡 單糖 雙糖 二十 雙糖 有細胞口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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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來,二十頁 因為這邊內容我有重新整理過了 所以有些地方提醒你看一下 糖類的基本組成元素是碳氫氧為主 那複雜一點的再說 可是因為如果你只看元素組成的話 會有一個容易混搖的類別 就是紫質 一般常見的紫質用的元素組成也是碳氫氧 所以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看說 那到底是糖還是紫質 那一般來說的話 紫質會比較有一個特性 因為紫質的組成裡面 比如說脂肪酸 脂肪酸它就具有縮肌 所以你去抓一長串的碳電當中 然後最後尾巴掛的一個縮肌 基本上那很有可能就是屬於紫質 那所以糖類必然應該也有它一個基本的屬性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它到底是糖 所以二十頁、二十一頁這地方有兩個很大篇幅的那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去看糖的話呢 在它一長串的碳鏈當中 那你就會看到幾乎每一個碳上面都會去接 槍劑 那因為幾乎每一個碳都有接 所以如紫質的糖的特質的話 姑且推稱它應該是具有多槍劑這個屬性 他們現在懷疑就是說一般糖一般糖類 常常會跟那個甜聯想在一起 所以刺激我們那個味蕾引起糖這個感覺的很有可能 也是因為這個多槍劑的特質 那除了這個之外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屬性 當然也有 通常我們在尾巴 或者應該是說糖分子的起點這個地方 你可能可以找得到拳擊 好 所以如果它代表拳擊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種糖叫做拳糖 對不對 好 所以拳糖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以一直很精簡 比如說這邊遮掉只剩下三個碳 那只剩下三個碳呢 這個地方補一個碗 然後這邊呢 還是保留槍劑 就是總共三個碳裡面只有正中間這個留下槍劑 那就是最簡單的糖 就是甘油犬 這麼講 所以甘油犬的特性是 它實際上名稱裡面完全看不出來 它是屬於那個糖 但從屬性上你看甘油犬 對不對 然後呢 又至少至少有一個槍劑 所以它就是最簡單的糖這樣子 那碳練長一點的時候 那個槍劑的數目當然就很可觀 那可是是不是所有的糖都一定有槍劑 我發現不是 因為有時候呢 它會退後面一個在這個地方呢 留下一個銅劑 然後這個地方呢 把它換成是槍劑 那就不換了 所以 那因為銅劑一定是要在裡面一點的碳才會出現 所以如果它在碳電結構當中出現了銅劑 那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銅糖 所以全糖跟銅糖的話基本上會影響到它將來發生的反應的特質 所以這第一個 留意一下 第一個它大部分的單糖都可以看得出它的多槍劑的特質 二你可以去找一下它是屬於全糖還是銅糖 這是在單糖上面呢 可以依照它的化學性質 再分成這兩個小類別 然後另外一個看那個二十頁的左下角 那個小框框的地方正方形的那個 糖面的分子裡面應該有之前講的時候有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把糖丟到水裡面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共振結構 就是它會在磁鏈 然後跟勸起來 形成環狀 然後再解開 這你都不用自己去傷腦筋 因為它在即興溶氣環境之下 就會有這個屬性 然後 可是一旦它要去跟別人結合的時候呢 它就是通常是以環狀結構 比如說你現在要用單糖組什麼多糖 那它一定就是環狀結構 然後去串起來的 但如果它還是屬於單純的單糖的特質的時候呢 它自動會形成環狀跟磁鏈 然後這樣的共振結構 這樣OK 好 那這也是它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屬性 好 第三個屬性就是 那如果你現在要把單糖之間再進一步組合呢 看二十二頁 這應該是上次沒有提供的一個反應的圖 然後 比如說 假設我們現在要用兩個葡萄糖去結合 兩個葡萄糖呢 葡萄糖的結構當中 OK 當它造成環狀結構的時候呢 這邊是氧 好 然後 那個比照五炭糖 我們可以去標那個號碼 對不對 所以 一二三四五 然後 六 也是一樣跟五炭糖 德核糖去染的核糖一樣 那個最後一個炭都會被丟到外面去 你看好 那六 六在這裡 然後 所以兩個葡萄糖就可以組成麥芽糖 那再煮更長一點就可以變成是寡糖或者是多糖 譬如說澱粉或纖維素 OK 所以 一二三四五 六 好 那所以現在留意一下那兩個葡萄糖要結合的時候 原本在一號碳這個地方有屬於它自己的腔肌 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葡萄糖在四號碳這個地方也有屬於它自己的腔肌 然後如果我讓這兩個用相同的方位排好之後 那第一個葡萄糖就利用它一號碳面對第二個葡萄糖的四號碳這個腔肌 所以接下來在這地方下一點小功夫 讓它去 脫水 所以到時候這裡就會變成是一個癢的架橋 對不對 你看好 好 所以這地方其實以前我們用一個例子就是胺基酸 胺基酸跟胺基酸之間的結合的時候會產生脫水聚合 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真的是比較不方便講說其實多糖 就是糖類之間在複雜化的過程當中其實也常常的牽涉到脫水結合的這個反應 然後包括紫質也是 紫質等下在另外再看 然後核甘酸也是 但事實上真的是胺基酸因為講那個結構比較簡單 最好講解 但糖這個地方因為不算難 所以現在可以講的以前一年級就真的不適合講 所以當糖在建立部組合的時候 常常會牽涉到脫水結合 所以反過來說 將來我們講說 如果你將來想要把 比如說麥芽糖溫解的時候 請你把水還給他 逆反應的時候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當糖漸進一步複雜化 可能形成雙糖 寡糖或者是多糖的過程當中 會牽涉到聚合反應 所以接下來上次已經有提到的多糖裡面 多糖第一個你可以選擇只用一種單位的糖 比如說光是葡萄糖 我們就可以變化出澱粉 甘糖跟鮮維素 對不對 澱粉還可以再分 你是直練的 就是從頭到尾只有一條線 把這個一直穿下去 整個線條都不分岔 那基本上就是直練的澱粉 你一長串當中在某一個地方分岔出去 基本上就可以衍生出脂練的澱粉 那甘糖的基本組成通常是脂練的 所以上面那個22頁中間有一個圖 那就是讓你大約有一個外觀上的這個看法 就是23頁上面那個地方也有一個圖 其實一般我們在交代這種東西的時候 都使用一個簡單的這個形狀 來去區分 好 然後所以直練跟直練當中 現在的問題是 哪一些地方可以讓你長出分枝 哪一些地方可以讓你長出分枝 你看這裡 對不對 槍機最曝露出來了 你去想當我這個只有它的時候 這表面這裡槍機露出來 這裡露出來 甚至連二號碳上面槍機都是比較外露的 但一旦你把它串成一長串之後 哪些地方那個鋪路的角度空間會比較寬廣 比較容易去發生反應 因為你要你要複雜化嘛 延伸出去 所以這地方其實是個不錯的起點 所以通常直練的時候呢 它會去發展出一六 所以你看到那個α倍碳 那個是指化學鍵的放匯的問題 一跟四就是指前一個葡萄糖可能用四號 一號的那個槍機去跟下一個葡萄糖四號的槍機去結合 所以那一四是指前後兩個葡萄糖 那個碳到底誰跟誰結合在一起 所以那一六一六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感覺還是一個不錯的鋪路的位置 所以我從這個地方呢 再去找另外一個葡萄糖過來對不對 拿一號去跟六號結對不對 這樣就出去了 好那發展出去有什麼好處呢 二十三頁右邊有一個框框的圖有沒有 我們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現在纖維素呢 纖維素的分子量可以很可觀 比如說那個四千個五千個單糖 你可以想像這個多糖的分子量的規模有多麼可怕 但你在怎麼可怕說真的 假設你是一個直練架構的話 你了不起也只有在這個方向上面 基本上是可以幫得住植物細胞 然後呢我去把植物細胞這個方向繞一繞 了不起那我再不然用這個方向來繞一繞 其實整個結構上面還是會有一點鬆散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適當的在主練之間 再來做一點強化的話 那基本上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有細胞B的生物常常就來這招 就是我們在那個主練當中呢 去發展出一些 測電的架構 那測電架構當中呢 像植物就會用什麼? 像割糖或者是半纖維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上次有提到的 就是抑脂多糖當中 這個很好用 像鈦聚糖 從名稱上來看 鈦 蛋白質 對不對 然後又有糖 OK 然後所以它現在是聚糖 多糖為主練 然後呢 鈦這個地方是一個軟鈦鏈 數量很少的胺基酸串起來的分子 所以如果能夠在這地方呢 用其他不同的成分或相同的成分 就是用不同的選擇 然後呢 去做橫向連結 那這時候 我就從原本的一大堆平行線條 變成是一個網子 變成是網子之後 它整個 呃 假設你現在五條併在一起 比五條的小線條一定好很多 對不對 那你五條困在一起做一個單位 然後呢 再去把細胞困起來 相對上來講 這整個細胞壁就炸死多了 你看 所以有細胞壁的生物基本上 都會去想的話在這地方去做強化 OK啊 那泰巨糖很好講 因為它用來強化 那個主電子間橫向連結的 就是用短鈦 OK 氨基酸 對不對 那糖 你就算不知道 泰巨糖到底用 它一定不是用葡萄糖 那它不是用葡萄糖 它可以用其他的單糖 無所謂 那個糖是什麼 不管 可是你看 又有糖的組成 又有氨基酸的組成 氨基酸是另外一個類別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這整個大型的聚合物分子 它的組成單元就不是只有用一種而已 所以那個圖就給你一個想像的空間 這個在細胞壁的利用上面其實還蠻實用的 有細胞壁的都會用 植物會用到這個技巧 原合生物會用到這個技巧 雞丁子也是 那我們上次在過年前有提到 雞丁子其實最困擋 那名聲上其實完全看不出 它到底是什麼 那事實上雞丁子說穿的就是它用的跟太巨糖 不同的單糖跟不同類別的氨基酸 因為氨基酸有20種可以利用 所以你不一定要拘泥於只用某這種特定的氨基酸 所以雞丁子只是說它選擇用的單糖的種類 跟氨基酸的種類是不同的這樣子的類型 那雞丁子還記得它是真菌的細胞B的組成 對不對 然後還被高等生物用來用在外殼外骨骼 解肢動物的外殼外骨骼 所以這樣的材料 其實這樣的跟它的架構的關係其實很重要 好 其他有補幾個的就是純粹讓你了解一下 如果你將來聽過那個玻尿酸 那個玻璃糖全酸 然後像甘素像軟骨質等等 這裡面事實上常常都會含有多糖的組成 那至於它的多糖的組成相對來說就更麻煩 那有一些是多物質的 可能單糖雙糖多糖的混合物 還會有這種比較特別的這個組合的情況 那接下來它的功能的部分 其實上次沒有講到功能 好 延續這個地方23線下面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你看最普遍的糖不外乎還是單糖雙糖寡糖 跟多糖當中像那個澱粉甘糖跟纖維素 纖維素絕對很普遍 因為纖維素的關係 所以糖類很有可能融燈地球表面最多的化合物 因為木材的關係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如果你把纖維素拿掉之後呢 你看葡萄糖也好 好 這些就是單糖 六碳的單糖 雙糖 這三個常見的 然後再加上澱粉跟乾糖 對不對 這幾種糖事實上它的主要的用途 都是以能量為主要考量 對不對 你要直接去氧化找誰 找單糖 像葡萄糖也可以 果糖也可以 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稍微需要複雜一點的找雙糖 像蔗糖 麥芽糖 那基本上它的概念上都是跟能量息息相關的 好 所以儲存性的時候呢 乾糖 澱粉是常見的形式 那以前你們國中就背過的 那個每一克的糖 基本上可以產生4000卡的能量 那所以這地方就可以指明 當然這個不是說它這樣子就很適合能量 而是說 細胞對於糖類在分解上面 提供的酵素資源最充足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解它 我們有糖解 對不對 糖解之後可以走 糖解 有影響 好 糖解 然後可以走 克斯去換 對不對 好 然後所以就可以把它分解 然後再經過適當的能量轉換 好 沒關係 來自方產 好 那如果你不是作為能量用途 有固定的用途 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除非有特別的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放著 然後我就不動它了 好 那這個時候通常它是作為生物體或細胞的構造成分 所以比如說細胞膜前三名 細胞膜組成前三名 第一名是什麼 磷子嘛 對不對 因為它是組成那個紫磡層的基本架構 所以磷子 第二個 膜蛋白嘛 對不對 因為細胞膜需要非常多的功能 而這些功能常常是用蛋白質來達成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寡糖 對不對 好 所以寡糖嘛 所以它是細胞膜的重要的組成 對不對 細胞B 對不對 三大細胞B成分 你一定要記住嗎 纖維素 對不對 胎聚糖 基定質 剛才講的嘛 對不對 就是 可能是銅質多糖 或者是抑質多糖 藍色質哪裡有糖 藍色質哪裡有糖 藍色質包含DNA跟組蛋白 對不對 對 談到DNA就會很有續航核糖 然後外骨骼 這樣講基定質 好 下一頁 然後接下來那個葡萄糖全酸呢 基本上它可以去跟有毒的物質 有一些代謝廢物呢 我們可以利用它來暫時性的結合 這個技巧其實也很常用 比如說像那個胺 舉另外一個例子 當細胞把胺基酸沒有 類似這樣的技巧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當細胞胺基酸它不想要繼續利用的 然後它想要把它氧化掉產生能量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胺基砍下來 因為這有一個好處 你這邊砍下來之後 剩下來都會搞不好真的只剩下碳晶藍 當然偶爾這個地方可能會含有疊物之類的 但基本上這個在多砍一道而已 那你如果把這個地方砍下來就很明確啊 胺基砍下來補個清疊它補個清疊它 它就是癌 那問題是這個東西你又不能讓它到處累積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其實協議當中有一種做法 協議當中你不能讓胺到處亂跑 因為它是氣體 到處亂跑的話你可能會導致細胞腫瘍 所以我乾脆讓它存在特定的地方 什麼特定的地方 就讓它不會到處亂跑 我們找某一個特定的胺基酸 然後想辦法把它掛進來 暫時進來 然後掛進來之後呢 利用這個形式呢 在協議當中來運輸 送到哪裡 送到肝臟去處理 送到肝臟的時候呢 再從胺基當中脫離出來 然後脫離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轉變成為尿素 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中間過程當中 不會去因為運輸的關係 毒害其他的這個細胞 那那個 因為我們身體產生毒素反而真的太窄了 所以那多尿酸的那個葡萄糖全酸 基本上也可以有這樣的用途在 其他的重要功能 蔗糖基本上是 微管書當中運輸 有幾乳養分的主要形式 這應該記得 不是唯一是主要 對不對 然後乳糖我們講過 乳汁當中會提供這樣子的糖 一定有它的用力 對不對 乳糖的兩個單糖 一 葡萄糖 它的利用的 發展的層面很廣 對不對 那特殊性的 OK 就另外提供半乳糖 因為跟那個神經膠細胞的發育有關係 好 那纖維素的話呢 一般來說 當然我們對於它的分解能力是很差 很差的原因是 你要分解纖維素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年前也有講過 就是要纖維素酶 那很不幸的 一般的高等生物 通常比較欠缺這個酵素 所以誰可以分解纖維素 一般我們講說 就是因為纖維素像這樣的東西的關係 所以生態系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分解症 所以我們發現呢 大部分會擁有纖維素 常常都是分解症 對不對 那些輔生細菌 然後跟真菌 所以我們如果在腸道當中有分解纖維素 那也只是因為腸道的共生菌幫忙的而已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你說那個化學結構也真的是很妙 明明長得也是差不多 你看那個阿巴一式間解跟貝塔一式間解 我們舉個例子就好了 就是那個兩個葡萄糖之間 它的那個中間結合的 那個化學間的方向 只是從這樣變成是這樣的 那酵素就搞不定了 比如說你的唾液電粉煤 你的一旦 移電粉煤就不能用了 只是那個化學間改一個方向 那這樣就差很多 那有時候又好像差不多 所以那種有時候專一性 真的是很妙 就是其實真的看起來 也沒有差異到哪裡去 搞定了 坦貝 有沒有什麼 問題 我們要講到細胞 想到我就看脫膽 好 所以接下來紫質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我們要談它的元素組成跟糖類真的很像 就是絕大多數的紫質 常見的紫質 其實真的也使用到碳清氧 所以如果你只看元素 一定是不準的 好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那你就往下看一下細節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紫質當中 以比較簡單的紫質成分來講 在它的碳電當中 比較不會像糖一樣 就是如果你從它的結構式就很明顯 這邊會掛著一堆槍機 這邊幾乎都沒有出現槍機 對不對 那這邊它的屬性上 跟化學性質息息相關的另外一個部位 就是它可能含有血跡或銅機 一般的紫質的話通常是掛著縮機 可是掛著縮機就有可能是酸的問題 對不對 確實它就是酸 只是它比一般我們常見的 那種假酸、銀酸等等 那個分子量等級更誇張 因為這一長串的碳電 以最簡單的來說 常常都在16到26個碳很普遍 那這一長串的碳電最後呢 尾巴這個地方給你掛一個縮機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分子叫做脂肪酸 所以紫質當中一個可以討論的起點 就是脂肪酸分子 這樣 所以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跟我們平常很容易遇到的這些有機物的酸 它的分子量確實有比較大 但事實上以這個等級來講 要通過細胞膜太好 比葡萄糖的6 當然看起來數字上是大很多 但幸好因為它的碳電太長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紫質呢 在這個一長串的碳電當中 電子大致上是比較分散的 所以使得多數的紫質呢 整個分子會比較有明顯的輸水性 除了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基本上還是比較偏輸水性 所以大部分紫質基本上難容易水 所以第一個屬性抓上來 它的碳電當中比較不會像糖類 這樣就比出來了 對不對 這邊看到多個槍機 它很有可能是糖 對不對 這邊看不到 幾乎沒有看到槍機 那很有可能就是脂肪酸 所以除了碳氫氧之外 你總有一些可以比較的部分 那接下來 所以脂肪酸可以分長鏈短鏈 長一點的短一點的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可以比的 就是它在碳跟碳的結合之間 有沒有出現霜劍 所以如果再去看脂肪酸的霜劍 存在與否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分成 沒有的就是飽和脂肪酸 對不對 然後所以如果有的 那就是不飽和脂肪酸 OK 那因為不飽和就表示 就是今天我如果擁有一個雙劍 可是我其實只要一個單劍就夠用了 那我如果打掉一個 那我就可以再多控一些空位出來 再去做一些變化 所以如果從化學反應的活潑程度來說的話 不飽和脂肪酸 當然它在反應的活性上面相對 相對會比飽和脂肪酸要比較好 所以那也反過來說 飽和脂肪酸相對來說它會比較穩定 所以另外一個去看待這個最簡單的直直的觀點 就是它到底存不存在雙劍 那以形狀來說的話 一般因為那個碳 碳知道它的 如果它空間上填滿的話 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大概會呈現一個正式免體的架構 對 所以當碳跟碳結合的時候 平時比較正確的畫法是這樣子 就好像有點鉅細狀 那鉅細狀也不是在平面 它寫在立體上面這樣整 找化學老師借原子模型 你們就可以竄出來了這樣子 好 所以 那所以一般要討論脂肪酸 第一個長鏈短鏈 第二個 有沒有雙劍的問題 飽和不飽和 下一步 如果要進一步討論脂肪酸的話呢 脂肪酸 單糖可以很簡單 也可以在雙糖果糖之間變化 脂肪酸當然也可以做變化 但脂肪酸跟脂肪酸之間沒有辦法 通常沒有直接做變化 至少生物不是這樣子用的 好 所以 如果你想要再讓紫質更進一步複雜的話呢 你需要提供一個東西給它 讓它去做複雜的組成 好 這個地方就會用到一個 碳似很像碳 但它也不是碳 那你講它是紫質 其實不太貼切 為什麼 我剛講 通常紫質的話 簡單的紫質 會發現它上面都沒有槍劑 對不對 然後這個化合物呢 上面三個槍劑 每一個碳都掛滿了 它又掛滿之後 所以你也找不到全肌 你也找不到同肌 所以講它是碳 也不太對 所以它就是單獨在化合物上面 有另外一種對它的這個看法 好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 乾油 那這個名稱其實用的 油有點尷尬 因為油這個字眼 老實說 它跟一般的 油比較 比較是在講它是紫質 那事實上那跟一般的油的紫質的屬性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索質整個部分就沒有了 好 那槍劑又太多這樣子 好 所以如果有一個像這樣的東西的話呢 然後脂肪酸 酸這個地方 你把它擺在哪裡 你把它擺在這邊 你把它擺在這邊 然後後面 這個是碳墊 多長 不管了 OK 如果我們利用乾油 這地方它提供槍劑 然後脂肪酸自己本身有縮肌 那這些官能劑基本上反應的特性都還不錯 所以在這地方哪一個 脫水結合 所以 乾油總共有三個槍劑 我在第一個槍劑先去接一個脂肪酸 然後在第二個槍劑也來做相同的事情 我可以補另外一個脂肪酸 可是因為 第一個槍劑跟第二個槍劑畢竟彼此是獨立的 所以你接什麼脂肪酸根本不關我的事情 我可以接跟你完全不一樣的脂肪酸 第三個槍劑當然也是一樣 好 所以如果我們利用乾油來做為一個結合的基礎 然後幫三個脂肪酸 以乾油幫它們共同組合起來 所以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 我們就稱為叫做中性脂 因為本來一個脂肪酸已經夠難溶於水了 你在進一步把三個脂肪酸再併起來 這下子就更難溶於水 所以中性其實是在講它很難溶於水 既然很難溶於水 所以pH值基本上就會是中性的 你看看 好 那如果你想要去凸顯出它另外一個組成的特質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三酸甘油脂 所以三酸甘油脂這個名聲真的還不錯 就是可以看得出它的組成 那中性脂也不錯 可以看得出它在水溶液當中的屬性 好 可是這個就會跟我們剛剛講的葡萄糖跟葡萄糖 兩個單位的單糖要結合總共可以產生幾分子的水 兩個葡萄糖結合變成一個麥芽糖 這時候就會在產物的地方產生一個水 脫水一次 對不對 那以前你們高越說的時候一直很難理解 為什麼甘油對脂肪酸之間是三個水分子的關係 因為這個槍基因去結合一個脂肪酸 所以這裡就要脫去一個水分子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這樣的事情總共做三次 所以就總共要脫去三個水分子 而不像說我今天什麼 100個葡萄糖 然後要做成一個多糖 對不對 然後呢 這當中總共要脫去多少的 99個水分子 因為你100個葡萄糖的中間只有99個空隙 對不對 所以只有那99個空隙要填滿 要結合 對不對 連起來而已 所以這時候當然就只有產生99個 所以那時候要減1 那知道這樣為什麼不減了吧 因為你三個脂肪酸是平行的關係 他們是共同以甘油為對象去結合 這樣懂嗎 所以這裡不要亂減 你減1就差很多了 你知道嗎 好 那其實這地方還有一個變化 只是說一般我們課本上都不會去交代這個 因為其實腸道的吸收過程 我們就發現 其實小腸的絨毛細胞 它在把甘油跟脂肪酸吸收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再把一個脂肪酸跟甘油結合起來 這時候甘油可能真的只掛著一個脂肪酸 所以可以 那個幾個酸甘油吃上 它可以是單酸 那表示它只結一個 然後也可以雙酸 那就結兩個 所以這個地方又可以突顯出一件事情 甘油那三個腸肌不用接到全部都滿 可是原因是什麼不太確定 就是 這可能是我們人體對養分的一個調節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中性脂這個部分的話 到這邊 脂肪酸或者是中性脂 是生物體內比較常用的這個油脂 這樣的形式 那至於什麼時候要用到油這個效果 因為甘油甘油 既然都已經講到油了 所以什麼時候會用到油呢 一般來說 當一個油脂成分當中含有比較多的不飽和脂肪酸的時候 因為雙腱會有一個特性 我們這樣畫是直通通的 事實上通常雙腱出現的時候 整個碳鏈的方向就開始改變 所以它的分子就會有點轉彎 然後所以你看二十六頁 這裡剛好有一個比較簡單的不飽和脂肪酸 二十六頁上面這個分子 兩隻腳一隻腳是歪的 所以那個地方其實就可以凸顯出 如果你含有一次的雙腱 那那個碳鏈的那個方向就會轉彎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分子要排列比較規則就比較難一點 所以一般這樣的分子在長度之下 它比較可能會呈現是液態 所以含有不飽和脂肪酸比例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稱為它是油 因為它在長度下比較呈現液態 那飽和脂肪酸因為那個角度直通通的 所以在長度之下呢 比較容易排列規則一點 OK 所以呈現固態或半固態 那個半固態很難理解的話 你去看那個豬油 像最近這種天氣的話 有時候天氣冷一點 然後天氣暖和一點 就看那個豬油的狀況 然後那個就可以把它稱為叫做脂肪 所以這兩個 如果我們用這種名詞來區分的話 倒影是還蠻方便的 不過這種東西要大家說好才可以 反正如果有看到這種詞的話 有一點是要區隔這個的意思 所以接下來如果用卡通式的畫法 通常中性質我們就把甘油畫成一個小圈圈 同樣這個東西 然後畫成一個小圈圈 然後身上刮三條尾巴 這三條尾巴呢 第一個長度可長可短 因為反正脂肪酸 那個碳電的長度變化這麼豐富 對不對 我不一定要選擇同一種脂肪酸 然後所以第一個長度可以不同 在那個飽和跟不飽和 也是一個搭配的選擇 所以這是中性質的特質 但不外乎 當本來脂肪酸本身就已經很難溶於水了 然後所以三條掛在一起 病在一起當然更難溶於水 所以原則上呢 當三酸甘油脂存在的時候 大致上來講 它是比較呈現非常強烈的輸水性 當你把脂肪酸抓出來也是差不多 脂肪酸還是很難溶於水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把其中一個槍機控位控出來 甘油保留 因為它是結合的基礎 然後接下來 把其中一個礦位呢 換上 磷酸根進來 那磷酸根本身 它呈現那個酸解離的性質 主要是因為在急性的環境之下 所以這個東西它是比較偏清水的 那現在呢 我們在一個原本整體上 是明顯具有輸水性的分子身上 掛著一個具有清水性質的灌能肌 你可以把它叫磷酸肌 它是來自於磷酸根 所以掛在其中一個槍機這個地方之後呢 這樣比例上就看得出來 這邊如果假設18個碳 所以這條尾巴非常長 甘油了不起 你眼不過就只有三個看 跟我這邊呢 這邊不要 不要接脂肪酸 然後這邊去掛上磷酸根 對不對 你的分子量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掛在你身上之後 你一定會受到我的影響 所以這個地方相對來說 會比較明顯具有清水性 可是這個尾巴很長 所以大概還蠻難去影響到尾巴這條的狀況 所以尾巴這條呢 仍然會維持它原有的強烈的殊水性 所以這會造成一個比較奇特的分子的屬性 這是它溶水的時候的問題 跟水分子如何排列的問題 一個分子當中呢 有一個角落呢 它明顯帶有清水性 而其他的部分呢 呈現強烈的這個殊水性 所以當這個東西丟到水裡面之後呢 有幾個可能的狀況 對不對 那個27頁 最上面那個框框裡面 我們講過 如果說少量的磷 少量的這樣的含磷的子質 三酸甘牛脂做一點變化 變成是一個含有磷的中性質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少量 放在水裡面的時候 或許有可能磷子分子之間呢 清水的 這代表清水 好 靠近甘牛這個部分呢 現在已經比較偏向於 比較有酥水的特質了 當然脂肪酸這邊呢 還是比較具有明顯的酥水性 所以如果你給的溶劑是水 或許它可能呈現這樣的一個分佈狀態 就是拍成一層薄薄的油膜 這樣子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去攪拌它量多一點 然後去攪拌或許在瞬間 它有可能會排出一顆紙質所形成的球 而這顆球假設要讓它不散掉 腳不能朝外 腳如果朝外外面是水對不對 好那所以 所以酥水碰到清水會互斥 這樣你要讓它這樣的形狀 穩定下來就很難 所以最好的情況 如果這顆球要一直持續維持這個造型的話 那最好是把腳放到裡面去 所以所有的磷子如果通通把腳放在裡面的話 這顆紙質所形成的球 它的裡面就是全部都是酥水 所以外面呢 表面露出來的就是清水 欸 清水靠清水 那酥水自己跟自己靠在一起 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個可行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當然它絕對是 在化合物的性質的探討上 絕對是有意義 可是我們想要的是它對生物有意義 對不對 所以零子分子對生物有意義的地方 在於回到26頁 所以剛剛所看到的 那個零子比較詳細一點的組成 就在26頁最上方那個結構式 這樣 那所以我們一般還是比較用卡通式的畫法 畫個小圈圈掛著兩條磷巴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我們能夠提供這樣的一個條件 第一個讓零子的兩層互相排在一起 但是前提是腳要對著腳 排成兩層 好 所以這是指雙層的架構 但是這兩層不能隨便排 你必須讓上層零子的脂肪酸這一頭 對著下層零子的脂肪酸這一頭 而讓這排列當中的中間 全部都是具有酥水的特質的 好 那上下表面露出來的部分呢 都是清水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維持這樣的一個排列的組成 能夠穩定下來也是一樣 你不能讓上下都是直接暴露 露空的 懸空的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 請在上下給它向水 這種極性的環境 因為你表面的部分 它也需要一個環境讓它穩定下來 所以清水的部分 改成黃色的話 清水的部分讓它去埋在水分子當中 對不對 清水的部分讓它去埋在水當中 那脂肪酸的 那個零子的那個輸水 對著零子的輸水 所以他們上下層 中間這個地方是上下層 彼此互相去穩定對方 那表面的部分呢 就要靠外在的環境 比如上方假設 這是細胞外的水 這是細胞內的水 這樣的架構呢 其實它在一定的程度裡面 其實是可以穩定存在 不會割解的 所以這個東西對於生物才是比較真實意義的 右邊那個基本上是它本來就會有的屬性 這絕對是一個常態 因為我們講這畫物最終還是要看它這生物的意義在哪裡 原來細胞膜只要是用來做膜 它就是用紙雙層這個架構去做出膜 所以包括細胞的有膜 內脂肪有膜 膠肌勢體有膜 對不對 做出細胞膜的最重要的材料 因為我們以前的提到 你要去稱呼這個對象是一個細胞 你總是要先告訴我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特復 對不對 既然它是一個細胞 細胞有明確的界線 那個界線在哪裡就是它 所以 只要你稱呼這個東西它是個細胞 對不對 它一定有細胞膜 當然它不夠 因為這個細胞膜裡面 它必須包著很多的化學組成 可以進行很複雜的化學反應代謝嘛 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細胞質 所以這時候再來談那個細胞質 基本上可能會更有意義 但你把界線先區隔出來 好 所以磷子很重要 它是只裝成細胞膜的基本組成 所以26月上面那個 這樣有看到比較細的磷子 到底長什麼樣子的 好 那這個地方再回過頭去 看剛剛講的 我們可以凸顯出不飽和 到底有什麼重要性 因為細胞膜通常我們會希望 它的活性好一點 什麼叫活性好一點 什麼叫活性好一點 同一層次的磷子 其實它只是因為 比如說 乾牛這個地方 清水對著清水靠在一起 腳的部分 酥水對著酥水靠在一起 所以磷子分子只是 因為屬性相同靠在一起 它並不是用固定的化學 間結結合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 第一個 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形狀它是穩定 但我又希望這個磷子 可以比較有一定的自由度飄來飄去 這樣的話 膜基本上它的動態性質會比較好 好 所以如何維持那個膜流動性比較好 那個腳太直了 不是很恰當 所以如果能夠讓腳 搭配一些材料 讓它腳可以是歪的 腳歪出去 就可以有適當的增加磷子分子之間的距離 距離適度的增加流動性就會比較好 所以有一些生物呢 基本上是用不飽和脂肪酸 來去提高膜的流動性 所以一般植物很常見 深海魚也比較常用這個技巧 那我們的話呢 是比較用另外的技巧 就是你用腳歪出去 可以增加磷子分子之間的距離 對不對 那我們的主要的處理 對我們來說 高等動物一般來講其實是加雜質 那這個雜質會是什麼呢 26頁下面那個 膽固醇 固醇類 往下那去 固醇跑到那去 固醇 固醇 固醇在前面 好 25頁最下面的第一番 所以固醇類 膽固醇 那個右下角有一個化學結構 這個屬性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把它埋在那個 磷子的角這個附近 那這樣的情況 也可以把磷子分子推擠開來 這是我們的技巧 所以磷子基本上 膽固醇也可以是 細胞膜的一個重要組成 穿插性的雜質 然後來提高磷子分子的這個動態 這樣OK 所以這些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比較特殊性的呢 比如說 那個糖可以跟脂質再進一步結合 做其他的用途 比如說 脂質可以跟蛋白質 然後組合做成其他的用途 那 25頁最下面這地方留意一下 因為將來你一定會很困擾的 就是要背的東西 就是 內分泌當中的激素 有一些用的就是脂質的成分 那內分泌當中有一些激素 它用的是蛋白質 但也有一些用的是脂質 所以印象中我以前好像叫你們先前沒事也可以背一下 比如說性腺的激素 基本上是不種類的 比如說腎上腺皮脂質素 是屬於這種的 所以 這個畢竟例子比較少 還蠻好記得 好 這樣我們就一口氣乾掉兩個了 然後就放假了 下班見 下班 彈蛋白質 有沒有要削 那個愛笑的 趕快 很精通的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